收納量的計算 再來收納量的計算 這個是最重要的東西 在你的房間 就 通常一個人需要的衣櫃空間 至少是一公尺 一個人 兩個人是兩公尺 至少 那我家的衣櫃是2.5公尺 我的衣櫃蠻大 即使是這樣 還是很多衣服 為什麼很多衣服 因為有些衣服不穿 我沒有丟掉 沒有去整理它 我的衣櫃真的蠻大 2.5公尺 我一個房間 2.5公尺的寬 上下兩層都是衣服 但你知道 比如說我有20件襯衫 我現在已經很少穿襯衫 但沒有丟 我有很多西裝外套就放著 然後以前 以前比較瘦的時候 就放著 然後T恤就放著 背心就放著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花錢買很多房子 都是來堆衣服用的 但有些東西你就會想說 這個有紀念價值 這個是誰送我的 這件可能哪天又有可能在穿之類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懂得斷捨離的話 當然就不需要這麼多 可是一般的人沒有時間斷捨離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要準備比較多的收納空間 我以前買過這樣的衣櫃 這種衣櫃很不好用 感覺好像很好用對不對 很多殼對不對 因為它並沒有密封 所以時間到了有一些賭蟲就會爬進去了 衣服的賭蟲 不知道怎麼進來的 總之就會出現 然後你的衣服就被鑄 那如果你叫蟑螂呢 衣服就蟑螂就鑽進去吃你的純棉的衣服 所以這樣子的衣櫃只能放巨子纖維跟便宜的貨 沒有啊 昂貴貨也是巨子纖維 可以放化學的衣服就不能放純棉的衣服 因為蟑螂會吃純棉的羊毛的高級的 而不吃巨子纖維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窮鬼 家裡只能放這種很便宜的衣櫃的話 麻煩你只買巨子纖維就好 這樣講很奇怪 巨子纖維就是塑膠啊 其實這些都不是羊毛的 不是 都是便宜貨 蟑螂不吃的 可是這種衣櫃會有蟑螂 所以重點是收納量 最好是比平常再多一點 就是你剛搬進去 然後把衣服放滿 還有一半的空間 恭喜你 你可以慢慢來蹲 因為你身體會變化 你會長大 然後你年紀大之後 有些太年輕衣服就不穿 等等這些事情都會發生 像我很多什麼 毛巾 我有很多浴巾 我喜歡買浴巾 唇綿的浴巾我都買 白色的浴巾我都買 那因為我家都是白色的唇綿的浴巾 所以用久它就爛掉 那用舊比如說它已經有顏色了 洗不掉了或是毛變硬了 我就先放在一邊 想說哪一天洗車的時候用到 哪一天我以前有養貓 哪一天洗貓的時候用得到 哪一天自己可以縫成袋子 你看現在不是口罩缺嗎 哪一天縫成口罩自己用 不可能啦 我跟你講那後來我全部丟掉了 因為那一天從來沒有發生過 你也是 真的哪一天都被發現過 大的那個浴巾可以拖地板 你就不會拿浴巾拖地板 絕對不會拖地板 唯一的可能是你家漏水的時候 拿大浴巾去塞 這是唯一的用法 知道齁 斷舌尼要丟要丟 我大概每五年會多一次斷舌尼 會丟一大堆的衣服出去 還是要丟一下 現行實價登錄 門牌以32圍區間 有間成交32萬 是哪一間 不用猜 就是這間 永慶實價登錄3.0 門牌完整接了 看得到門牌才是真實價登錄 房價真透明 永慶實價登錄3.0 tina 3 3 3 4 4 5